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棱表膜斩平 然后摇起上胶管 织磨的时候被纸面朝上 被纸面朝上 把棱表膜从胶管之间穿过去 然后斩平 机器下边这个杆就是织画杆 把画面放到织画杆上面 为了使在附磨中尽量的使画杆膜不走偏 要增加一个对齐的一个步骤 在机器后边 把膜跟画面从机器后边斩出对齐 把上胶管降下来 这个位置可以照样 不再说一句话 感觉手柄轻松就行 降落到上胶管降落下来以后 手柄会感到很轻松 同时也可以观察指针 指针出于指灵的位置 倒转 是把前面身处的画面收回 那关到这边 把这个卷起来的 把底纸揭开 把底纸揭开 在前面 要不要 不要 把它 把底纸折过去使模型画面接触 预使机器倒转 这时候折过来的底纸 慢慢的从胶果的前面露了出来 当那个底纸露出前边以后机器处于停滞状态 下一步安装收卷底纸的直筒 这个空支筒的作用就是收卷底纸 自动收卷底纸 把底纸粘到收卷底纸的空支筒上面 粘的时候从中间往两侧粘 尽量使底纸跟支筒贴平 底纸粘到收卷底纸的直筒上面 棱表磨通这过来绕一个S型下去上来 反上来过来 准备工作结束 把压画板放到画面上面 压画板的作用就是把要附的图片 辅平 开始正转 小字转扭 启动机器 调到相应的速度 机器开始转扭 机器开始转动 腹毛开始 这看后边现火了 编号 做好的图画 收卷到书画杆上 书画杆 收编号 好 好 这边 片段 大片 突然 转发 转发 中文字幕——YK